要说什么海洋生物随缘 谁都比不过鲨鱼 哪怕科学家天天磨破嘴皮子 给鲨鱼洗白 说它们其实并不是天生的鲨人狂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大家别去惹它 但是没办法呀 耐不住各种惊悚电影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 不断给鲨鱼家族的名誉泼脏水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人家长得丑 在这个看脸的社会里 轻面獠牙的鲨鱼 哪怕逃到水底下 都躲不过人类的偏见 被踩在了神美鄙视链的最底端 紫皮尔伯格的成名作大白鲨 尽管鲨鱼的出场时间寥寥无几 可大师就是大师 他用完美的镜头语言 配合天衣无缝的音乐 营造了水面下暗流涌动的恐惧 在大白鲨之后的四十多年里 这股带着海水腥臭味的梦魇 依旧推之不去 效仿者众多都扬言要超越经典 却始终没人能够实现 不过在这批扬超越中 还是有一些好奇之秀 值得小霞为大家推荐 比如前年有布雷克莱弗利的沙滩 主打的是冲浪美女 与海洋野兽的单打独斗 堪称老人与海的女性升级版 最后大白鲨像潜水艇一样 直冲海底的那一幕 令人气意犹新 再比如去年有水下四十七米的沙海 窒息的海水无边的黑暗 三分钟让观众忧逼恐惧症附体 照明蛋亮起的那一刻 鲨鱼张开雪盆大口 一惊一乍的效果令人干颤 而今年全新推出的锯齿鲨 厉害了 加量不加价 鲨鱼更大 据说比普通游艇还大 海水更深 据说比马里亚纳大海沟还深 故事要从离魔都上海 几百公里外的海洋研究所说起 研究所由美国亿万富翁资助 赵文轩主持工作 李冰冰担任技术骨干 身边还围着一大堆美国研究员 这么多人研究啥呢 原来他们要证明 马里亚纳大海沟并不是世界上最深的坑 看他这里小侠就笑了 费这么半天劲 就研究这玩意儿啊 你们研究南派三叔去啊 他才是全宇宙最难填平的坑好不好 您还真别说 在花光了亿万富翁 十个亿以后 李冰冰他们还真的就突破了极限 在海底发现了一个 隔温海绵体 隔温海绵层 好奇怪呀 在击穿海绵层之后 他们没有找到海绵宝宝 却发现了一个 未知的水底世界 然而锯齿沙的出现 证明了这种科学探险 无疑是错误的打开方式 被光污染惊扰美梦的石前怪兽 带着起床气 瞬间就秒掉了 开运光灯的探测潜水艇 顶顶顶住啊 我这就去搬酒冰酒 在研究所的同伴们 一边给幸存者加油打气 一边商量 这种时候 也只有光头才能够拯救世界了 于是他们拨通了巨石强森的电话 没想到巨石强森表示 老子在香港珍珠塔上挂着呢 哪有功夫管你们啊 我就一条腿了 所以他们退而求席次 找到了在泰国喝啤酒的郭坦森 郭坦森原本并不想去 但一日夫妻百日恩 考虑到水下困着的是貌美如花的前妻 他最终还是登上了上海一日游的直升机 那么他和冰冰姐这对中美CP的联手营救 成功了吗 三个被困人员只救出了两个 最后死了一个日本人 那当然是大祸成功啊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 笑容马上就从脸上消失了 因为他们打开了一条海底通路 让深海的巨石沙摇着尾巴就游到了潜水去 为了弥补这种愚蠢的错误 郭坦森和冰冰姐大战了三百回合 啊不对 是他们和巨石沙大战了三百回合 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 终于失败了 犯了脸盲症的人类 以为杀死了这个恐怖的庞然大物 实际上还有一条XL号的巨石沙 已经游向了海南岛啊 正所谓风里雨里我在三亚海底捞资助餐等你 巨石沙被99块钱吃到饱的广告语所吸引 来到了下饺子一样的三亚海滩 大鲨鱼游啊游啊游啊游 王思聪 游 海天盛宴 没想到人类这么热情啊 拿我当VIP 为了我还专门搞了一个盛宴 电影里吃腻了老外的鲨鱼表示 这一次要好好尝一尝中国人的滋味 体验舌尖上的中国 其实巨石沙这种爆米花大手片 老套的故事结构 无需剧透各位都应该猜得中结局 我们光看这类电影 无非就是想在日益精良的特效当中 体验不断升级的恐惧 这种自虐的行为 会给乏味的生活带来释放的快感 也能让你的女朋友在你怀里钻得更深 让你把她抱得更紧 相比鲨鱼 小霞更想聊的是李彬彬 彬彬姐这些年的演艺之路 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巨石沙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啊原本在国内摸爬滚打的她 虽然在华语圈已经有了不小的知名度 但对于彼岸好莱坞的娱乐圈而言 她就是深海里的未知生物 西方世界对她一无所知 但此彬彬非彬彬 低调的李彬彬不搞绯闻专心演戏 在和成龙李连杰合作拍摄了 功夫之王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看出 她想要突破国产片的局限 走向世界舞台的决心 这之后的雪花蜜善 彬彬姐和全智贤狼叔同台标系 不落下风 生化危机舞 彬彬姐一起红色紧身连一群 跟在米拉乔万围棋身后 一边打酱油 一边杀僵尸 而到了变形金刚四中 彬彬姐又化身职场欲解 投入到保卫地球的行动力 虽然在以上几部 好莱坞视觉大片中 它倒是人为言轻的配角 但仔细琢磨后 你会发现和景天在金刚骷髅岛 以及杨田宝在独立日2里 炮龙套那是不一样的 李彬彬这些角色 并不是资本输出的花瓶 仅仅是个摆设 而确实是对剧情 有着些许参与贡献度的 彬彬姐的这种努力 终于在锯齿沙中得到了回报 作为一部中美河拍片 除了郭坦森依旧神勇之外 李彬彬在本片中的演出 也堪称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楷模 能让全世界的观众 看到一个极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中国女性 在海洋里打怪升级 李彬彬的确在锯齿沙里 做到了魏国真光 更何况 本片北美票房逆袭 挤掉了阿汤哥的蝶中蝶六 成为周末票房冠军 刷新了中美河拍片的记录 成为新的里程碑 想想也真的是有趣 一个冰冰凉了 一个冰冰火了 这个夏天对于某些人来说 还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呢 爽吗 有趣的冰火